事实上鬼卯学制的出现也主要是张之洞的努力 作为少庄派官员 袁世凯也不甘落后 他设立了直立学校司 并聘请前贵州学政研修维学务总办 并在直立地区设立小学 中学 师范 法政 工业等各级各类学堂 在地方的推动下 清廷于1904年设立学务大臣 自年改设与部 并令各省设立学务处主管新教育事业 但是当时发展新教育的困难也是很多的 譬如合格的师资 教学设备和经费都极其缺乏 其中有以师资问题最令人头疼 据后来的统计 当时大学极高等 专门学堂的教师 留学日本的占三分之一 出身科举的占四分之一 而中等学堂乡出身科举的教师 则占到三分之一 小学堂更是占到一半左右 师资教育背景的限制 加上大多数学堂 都是在原先的书院基础上建立 新政时期的教育 也就难免带有 父统教育的颇多痕迹了 为了解决西学人才的匮乏问题 清廷随之大力提倡留学教育 其中又以留学日本为热潮 在新政之前 留学日本的学生很少 在1896年也不过十来个人 后来张之栋在《劝学篇》中 极力称赞留学外国效果大 说出阳一年 胜于读西数十年 入外国学堂一年 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留学之国 西阳不如东阳 以路进费省 文字一小 西数多以山山繁存要终 日情是风俗相似 不难仿形在张之栋的影响下 当时人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便是日本 日本驻华工使师爷文雄也在其中大力推动 并称愿为每年接纳200名学生 前往日本提供便利 后来清廷更是积极推动官费留学 鼓励资费留学 并对学成回国经考和合格的留学生 分别赐给进士 举人 共生等相应出身 在用人的时候予以优先任用 一时间使得海外留学掀起了热潮 由此 留学日本的人便开始激增 1905年的在日留学生达到数千人 第二年甚至接近一万 因为人数增加过快 有3000多人甚至无法正常入学 当时留学西洋的也有 但人数远不如日本 19世纪70年代 中国本来选派了数批幼童 前往美国留学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撤回 后来去欧美留学的大都为资费 或者教会选派 人数也很有限 清末新政后 朝廷和各省也选派了一些留学生 前往英 法 德 比等国学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减收更子赔款后 将退款用于资助中国选派的留美学生 平均每年60名 为此 当时在北京西郊清华园 还设立了游学议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 即清华大学的前身 专门负责选派赴美留学生 差距题外话 当时留学欧美的人数虽少 但品质却远高于留学日本的学生 他们大都完成了大学教育 甚至拿到更高的学位 如赴美留学生 而留日学生参加的大都为塑成班 龙蛇混杂 参加革命的到为数不少 有力为政 1906年清廷举行归国留学生考试 参加考试大都为留日学生 却无意及格 而及格的前五名均为留美学生 虽然有很多困难 但新式学堂与出洋游学 还是让新正时期的教育 有了飞速的发展 据当时学部统计 1904年全国的学堂总数为4000多所 学生总数为9万多人 到了1909年 学堂总数增长为5万多所 而学生总数扩展到156万名 其发展速度不可不畏惊人 现在的扩招与之相比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新正推行者本以为废除科举 会遭到那些副董师身们 特别是已经获得一定功名的的强力反对 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的顺利 根本没有发生决策者所担心的事情 相反 那些有钱有势的士身们 非但没有阻挠 反而极为乌热心的加入到 兴办学堂 甚至留学海外的热潮中去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废除科举 推行新教育的同时 朝廷注意到新旧的衔接 采取了逐步替代的战略 这其中主要采取了这么几个措施 一是在1906年颁布举共生员出路章程六条 广开门路 尽量安排原有的共员 举人和生员 以稳定那些上了年龄 又难以接受新式学堂的那部分识人 二是在兴办新学堂的时候 各级毕业生 从高级小学到大学 都分别授予复生 举人 共生和近世的相应功名 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士绅们 得到些许安慰并机敏地停止了抵抗 反而积极投身于新学堂的建设中去 以此来弥补他们在功名上的损失 另外 从1905年开始 学部每年举行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 通过这分别授予进士和举人功名 这也是让很多士绅及其子女 对留学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 废除科举制度 不仅仅是人才选拔方式和教育制度的变化 它更是一种社会的变革和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 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科举和教育本身 从短期来看 废除科举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种子 正如萧公秦先生在其著作《危机中的变革》中指出的 废除科举制度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和新时代价值之间最重大的一次文化锻炼 这种制度资源的丧失 同时也为蜻蜓的覆面埋下照音 小公秦先生的话很有道理 中国古代的那些王朝之所以稳定 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有科举制度 因为有科举制度 这样皇帝就有一大批的读书人来支持他 而且这个社会有个相对公正的机会来保证书人向上流社会流通 由此也构筑了复统社会的一种超稳定结构 作为一个反例 蒙古人不重视读书人和科举 而专门倚重本族人 这也是元朝之所以短命的原因之一 而与之相反的是 清朝虽然也是一族人统治 但却极其重视科举考试 而且满汉不断融合 所以清朝能够坚持近两百六十年 历史总是这样 顺之者唱 逆之者亡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把世子们推向了时代的洪流 不管你是惶恐还是哀怨 或者愤懒 这终究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定数 但清廷没有想到的是 废除科举也让那些世子们失去了对朝廷的忠心 因为不需要通过这个来做官了 在随后的革命浪潮中 他们大多袖手旁观 甚至反戈一击 这一瞬异逆之间历史已是沧海桑田 事实上 自从汉朝采取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后 历朝历代都将儒家学说作为科举取式的标准 而孔子学说本身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京士忌国的人才 中国的读书人 从小就受到正身安邦的传统儒家道德的熏陶 并在长期的学术训练中有意识地学习如何参政 简单地把儒学和科举视之为中国落后的万恶之源 本身就是一种粗暴的偏见 不可否认的是 科举的废除对中国附统的儒家学说极其道德体系构成了致命的打击 因为不考了嘛 儒家极其道德体系地位的丧失 在给予民主思想解放的同时 国人的父统道德观念及其水准也呈现日益下滑的趋势 特别在后来五四等运动中更是薄受打击 这种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 特别在废除科举考试后一百多年后 现在社会中所出现的信仰危机等诸多问题 与当时釜底抽新式的废除科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时的人们固然可以以一种决裂的态度抛弃固有的父统 但这并不代表传统就真的死亡了 中国人的问题毕竟还是要根植于沿袭多年的父统病 以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来加以解决